小朋友们大家好 游记梦的小田鼠 小田鼠可喜欢做梦啦 它在梦里会碰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 所以小田鼠每天早上都不愿意起床 不论妈妈怎么叫它 它都不愿意懂 放假的时候 小田鼠也不出去玩 就躺在床上做着各种各样的美梦 到了晚上 睡够了的小田鼠才从洞里走出来 一边找吃的 一边回忆自己在白天做的那些梦 经常会边走边笑 等到深夜 小田鼠才回到洞里 一边美滋滋的吃着刚刚栽到的野果 一边拿画笔把白天做过的美梦画下来 小田鼠画的梦越来越多 都要堆成一座高高的小山了 屋子里都隔不下了 这一天小田鼠出门的时候 碰见一只小燕子从天空飞过 燕子燕子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小田鼠赶紧叫起来 什么事 小燕子停在了他面前的树枝上 我画了好多好多画 想送给山那边的动物朋友们 可是路太远了 我走不过去 你能帮我送过去吗 小田鼠不好意思的问 当然可以了 包在我身上 小燕子痛快的回答 于是小田鼠就带着小燕子 进到自己的洞里 拿出已经封好的信 交给小燕子 小田鼠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梦 寄出去给大家看看 让大家也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小燕子 小燕子惊讶的说 这些画真有趣啊 小田鼠 你也能送我一幅画吗 小田鼠 高兴的笑了 当然没问题 你喜欢什么 自己挑吧 于是小燕子就挑了一个 自己喜欢的梦 又带上小田鼠 给其他小朋友寄去的梦 飞上了天空 小田鼠 小田鼠看着小燕子远去的身影 别提有多高兴啦 宝宝你知道梦的英文怎么说吗 跟姐姐一起读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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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姐姐要讲一个 有魔力的故事 叫做阿拉丁和神灯 从前 有一个叫 有一个名叫阿拉丁的少年 和母亲 一起过着 贫穷的生活 有一天 他碰见一个法师 这个法师说 可以带他到城里 去学点儿手艺 阿拉丁 相信了他的话 就跟他走了 宝宝们 你千万千万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哦 一定要学会自己分析 如果你被人带走了 就找不到爸爸妈妈了哦 法师带着阿拉丁 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 在地上生了一堆火 念了几句咒语 只听见 轰轰的 一阵响声 地上出现了一闪石门 法师抓住石门上的 扣环 把石门拉开 阿拉丁 这下面有一盏油灯 你去把它拿上来 我们就发财了 阿拉丁向门里望去 只见里面 黑漆漆的 感到十分害怕 法师间 阿拉丁迟迟不敢进去 就从手上脱下一枚戒指 替阿拉丁戴在石子上 说道 这枚戒指会保护你的 阿拉丁听从法师的话 走进门里 惊奇地看到原重数字上 结满了漂亮的宝石果子 便摘下许多 放在了口袋里 很快 他找到了一盏油灯 阿拉丁取下油灯 倒掉灯油后 高兴地带着油 高兴地带着油灯 来到洞口 他伸出手来 想把法师拉上去 可是法师偏要阿拉丁 先把油灯递出来 聪明的 阿拉丁起了疑心 坚持要到了地面 在焦油灯 法师一气之下 念咒语封住了洞口 阿拉丁被困在洞里 着急地想着办法 无意间碰到了 戴在手指上的戒指 突然一个威风平命的巨神 出现在他面前 对他说道 主人 你有什么丰富 原来阿拉丁手上的戒指 是一件保护 无论遇到什么危险 这枚戒指都能保护他的主人平安 阿拉丁试探地说 我想回家 你能把我带出去吗 刚说完这句话 就十分安全地到家门口 回到家后 母亲见阿拉丁 带回来的那盏灯 那盏油灯很脏 便伸手想要把它擦拭干净 他刚查了一下 一个高大的灯神 便出现了 他出声出气地说 神灯的主人 我是您的仆人 您需要什么 灯神的可怕形象 把阿拉丁的母亲 吓得晕了过去 阿拉丁说 请为我们准备一些好吃的 话音刚落 阿拉丁的面前就出现了十二个银子的大盘子 里面装满了美味佳肴 母亲从昏迷中醒过来 看到满桌的丰富食物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从此 在神灯的帮助下 阿拉丁和母亲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宝宝们是时候睡觉了 把眼睛盖上 明天姐姐再给你们讲其他的故事 晚安哦 我需要您的待会儿 再给你们看